复兴航空G1235航班 客機編號B22816 台北飛金門的客機在今天上午10點53分 起飛後不久 意外墜毀在新北市汐止 跟台北市南港交界的基隆河當中 機上搭載機組員和乘客一共有58人 截至目前已經得知有25人不幸罹難 還有多人下落不明 因此搜救團隊仍然持續 機體殘骸的吊掛作業 現場最近情況立刻連線給記者李子媗 告訴我們 這只不過各位觀眾 現在在現場的最新搜救進度 是已經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有三分之一的 機身其實都已經拖上岸了 不過目前根據先前預測的狀況 其實有點差距 因為機身撈起來之後 發現有一具遺體 一次就是撈起來之後 然後跟著河流 然後飄到下游的部分 然後也已經被 收救人員給打撈起來 但是在機窗裡面呢 只有發現兩具遺體 然後也已經被 電視人員發現給送了出來 而就是在當機身整個放到 岸上的時候呢 一旁的電視人員 還有救援小組呢 都在一旁待命 那就是 還怕就是有遺體 還卡在機窗裡面 所以當電視人員進去的時候 其實還是相當的小心 除了準備了油壓檢 還有手電筒進去查探 然後並沒有另外發現有其他的遺體在裡面 而同時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現在整個打撈起來的機身呢 其實是嚴重扭曲的 而且其實比當初預期的狀況 其實還要再查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它整個部份呢 都已經破碎 而在裡面的座位呢 跟機窗的部分其實都已經嚴重扭曲 而在那個就是機身的部分呢 其實都已經被碎片 然後其實刮出了不少的痕跡 其實狀況都比當初想像的 還要再更加的 更加的壞一點 但是呢 就是一旁的救援小組 其實也沒有放棄 因為在剛剛呢 其實有看到就是有潛水人員呢 一直在旁邊準備 而且在當那個飛機殘骸 整個打撈到岸上之後呢 就是這些潛水人員 其實也沒有放棄 還是潛到水下呢 繼續去搜索 因為現在像是 現在天色已經完全昏暗 而且再加上水面下的能界 都其實根本就是等於零 所以現在目前的作出狀況 其實是有一點雪上加霜 而且 大家可能也很想關心的是說 我們剛剛在畫面當中看到 吊起來的是機尾的部分 那麼另外在機身殘骸部分 就像你剛剛所形容的是 機體已經呈現扭曲的情況 所以接下來吊掛作業 還包括中間的機身殘骸 也是會持續展開這個 打撈跟吊掛作業嗎 目前在現場呢 其實就只有看到 就是這三分之一的機尾的部分 因為其他部分可能 因為當初機身整個 吊到河裡面的時候 它是180度 整個有點像是倒頭災的狀況 然後整個就是 踏在伊尼裡面 那再加上這邊 就是其實 這邊的土壤 其實非常的軟爛 其實然後 也增加了收救上的困難 所以在剛剛稍早之前呢 在吊掛作業 其實一度是相當的不順利 因為除了機體 本身就非常的重之外 那再加上 還卡在泥土裡面 所以其實整個吊掛作業 也相當的不順利 是 非常謝謝子萱 我們帶來現場的最新情況 那麼另一方面呢 如果後續有任何進度 我們持續請子萱來 繼續帶給我們最新的說明